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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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歡迎收看 Cultural Club文化所 我是Shera 我是Ebby 又一個星期了 是的 這個星期有什麼推介 好東西給大家看一下 死直沒有推介 今天星期沒有推介 你剛才空黑很多 沒有推介 不是 我今天星期有一個推介給大家 我請了兩位朋友回來 跟我們討論借書的活動 借書嗎 不只是公共圖書館那麼簡單 我請到佩堅 就是Break a Scene的總編輯 籌辦真人圖書館的主辦單位 還有Kim 就是其中一位真人圖書 這個圖書有什麼特別呢 真人圖書 張真人圖書 真人圖書 不打格子 其實什麼是真人圖書呢 你上次在聊天的時候再說 是不是聊天 或者怎樣 是的 在你解釋給我聽的時候 我的想法就是 我不是每個星期都在做這件事 就是跟陌生人聊天了解 就是你所說的話 是不是呢 真人圖書館這個活動 它起點其實是一個 歐洲音樂節裏面的活動 那次活動裏面 就是彼此其實有很多偏見 就是你又不扯我 我不扯你 其實原來大家都是人 這個是一個這樣消除偏見的活動裏面 他們說挺有意思的 就由2000年開始的時候 就一直搞了10年 這10年裏面 8月尾 8月尾 8月28日我們就做了一次測試 這次的試驗 其實就因為我們沒有人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們就想一下 到底幾大規模才可以呢 聊天的過程裡面 會不會有人受不住呢 會不會 受不住 對呀 有些人一見到面會打架 看看那個狀況是大家能不能聊天的 試一試 試完之後 11月12日我們就選一次真的 我知道那次你們就找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書 Kim是其中一個來看 還有你們也帶了一條片 不如我們先看一條片 大術家通常都不用怎樣吃飯 我們不會先想吃飯 我想的 創作可能更重要 我自己就會有抑鬱之間和衝狂的現象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做什麼都是說你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譬如我們在旺角做街頭見面 擺放在街頭見面 然後在說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是在街頭見面 然後回答他 然後回答他 這麼囂張 然後你會這樣喝 我想認識我的人都會覺得我挺慘的 有些東西都挺厲害的 我起碼可以12個小時我都坐在我這張私家 專助那裡 不用怎麼動又可以周圍擾來擾去 起碼有時候我會走得快 比你們的 我對你們女士最愛的香水 鮮花都會特別敏感 如果有個男生送香水和鮮花給你們 會怎樣 他一定是討厭我的人 我是深淚港人士 我覺得只不過是香港人 給深淚港人士的一個年輕人 我覺得未必是全部的新移民都是來香港 蠢之刑 有些新移民來到香港 其實都為香港做了不少的貢獻 我姓王 我喜歡大家叫我阿財 今年24歲 來自廣東省回收 客家人 如果是因為媽媽走了 所以我吸毒的 我還有一大幫家人生 如果單親家庭會吸毒 全香港也有很多人吸毒 看回頭 我覺得真的很慣 駕駛 駕駛毒是一生一世的 因為吸毒一生就駕駛毒 要死的時候 才可以肯定我完全是駕駛毒 你喜歡吃咖喱嗎 都喜歡吃的 不過開始沒有 你喜歡吃什麼 叉燒飯 那些腸粉 我經常跟人說 是香港出生的印度人 對 很多人都會這樣猜 是非洲人 因為皮膚比較黑 地鐵 那些 經常都不想和你隔離坐 或者經常會 掩蓋你的臉 覺得很像怪物 很喜歡香港人 不過我覺得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 mind may open 最真都是阿叉 或者 黑人 黑鬼 雞骨 骨 骨 雞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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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英文名叫黃淑芬 英文名叫番薩 現在很多拿著中文的人都會受到歧視 他們會覺得他們是寄生蟲 因為家人就不會給我任何支援 我去兒童之家生活 因為我身體的問題 都是需要靠中文去支付我的生活 我的學費 我的夢想是想做一個社工的 我覺得自己是一本吸收別人的負能量 而又會將一些正能量帶給別人的書 Human Library其實就是真人圖書 平時我們看書就沒有圖書半謝 沒有出聲的 是很單強的 Human Library真人圖書就是 但是那本書發成了一個真人 你可以閱讀它 你可以和它聊天 它會回答你 可以糾正你一些想錯了 誤會了的 8月28日 歡迎你借閱讀這本書 好 我們一年看了幾本書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覺就是 其實香港人是否真的這麼歧視人 這是我第一樣彈出來的 因為我在影片中看到很多人都說 要減少一些歧視 或者每一個小數 總之你不是群體多數的人 出來就會說是歧視 但是有可能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香港是否真的這麼喜歡歧視人 我的答案是是的 但是他們的歧視 香港人很喜歡覺得自己很疑 不是 這是我想說的 如果你說香港人是否很喜歡歧視 很明顯地去歧視你 譬如你是傷殘的 你這樣這樣 會不會在你面前 給你眼睛看的歧視 不是 但是香港人是很喜歡那種 你跟他說就可以了 但是你讓他看到 他就會 嘔嘔嘔嘔 這樣 一嘔嘔嘔嘔 嘔嘔嘔 我就覺得他是有少少偏見的 有沒有例子 有沒有例子 因為我之前炒車 炒車 炒車 之前我炒車 我是其中左腳碎了 我是要駕掛掌上班 是完全沒有人讓助 還要有人跟我爭位 就會 你這麼健康 跟師奶爭 你真的不要 但是其實是他爭位 不是我爭位 所以其實是 在整個過程裡 是看到很多發生的問題 首先就是 你不是繁忙時間 其實有些電梯是真的不開的 變成我真的要走到很遠 慢慢上去 就不會開給你的 你會見到其實 完全對傷殘人士來說 其實是很不容易 很容易用到一些工具 你會見到 他們 經常都說 很開放 但設施本身的設定 就是 但其實有很多框架 是框架 然後告訴你 因為效率 我這樣做是省電 我這裡不是你給錢 你什麼時候用呢 很多合理的理由 令事情發生 不要說很遠 我們看近日 有幾千人上街 說要說外傭 那些用工 那些用工 可不可以讓他住 每七年就在這裏居留 那些呢 我覺得反對那些 就是歧視的 一說就生氣了 我一說真的有點生氣 很抱歉 因為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外國人可以這樣做 甚至有些內地投資者 他們都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非傭 他們是外傭 在你家裡打工的 就沒有這樣的權利 現在不是說 我一批准了 他們就可以申請你 是一個權給他們去申請 也不行 這種是不是很嚴重的歧視 還要出來大聲喊 對呀 我真的覺得 很難生氣 歧視到擺上臉 不好意思 有很多事情 不過你細心點看 你就會覺得 香港人真的很歧視 誰都說 Daniel 吳彥祖也說 歧視英俊 你以為可以看 不如你歧視我吧 不行不行 我想說回事 剛才我們看了幾本書 上次八月 八月八日 接下來就是11月 可以預告一下 我們下一次有什麼書 預告是複雜的 因為我們都打算逐步地公開 逐步地說一下 有一些上次來過的 譬如我們有少數族裔 譬如有些人說 是鬼來的 這些說話 基本上你在外國 是被人告得上法庭 但是有一些在香港 我們會對這些人 有些不同的想法 有一些譬如我們叫做 中環人士 中環人士一說 當然是懶人 諸如此類 這些標籤是很多的 我們上一次都邀請過 今次都會來 有位性工作者的朋友 以及幫助他們的一群人 亦都有一些變性人 都會來到一齊當中 我覺得要大閃推廣 一年365天都搞這個活動 好像那些流動圖書館 你一定是來幫忙做義工 駛著車去 有太多香港人在井的下方 雖然我們好像受了很多教育 但真的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我覺得是不知道令到他們會有期 我覺得是自以為是 有時候我覺得是 接觸得少 所以就以為是這樣 阿Kym你這次來不來的 你 即11月那次你都會 我都會拍攝他輸的 希望大家不要 今月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就不借他 我都未講 所以要介紹一點 不要介紹 我想問 是怎樣借 是否身份證就借到呢 借書的手工 他就需要去我們的網站 去輸入申請圖書證 真的有圖書證 因為我們是需要用那張卡 憑卡去換書 需要還書 是要的 你不可以見他太漂亮 你不可以寫他回家 真的會罰錢 我經常被人罰錢 而且有些真的很大隻 是嗎 你真的要那樣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規則 一些原則 例如你要怎樣尊重這本書 你不要畫花這本書 是嗎 你的臉 那我大小 是 你去認同那些原則的時候 你就申請圖書證 都不是每個人都來得到的 因為我們上一次8月28日 我們試行了一次之後 就發現人數太多 安全感不夠 那聊天 安全感不夠 是的 因為那種感覺 好像要被很多人圍著 其實我們要保護那本書 對 要保護那本書 太多人欠那本書會難的 是的 搶著的 好像偷看他 或者搶問 明白 譬如我們試過看到一些地方 一個對十個八個 是太多 就是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好像演講 不太理想 我們希望一個對一兩個 就是最多 希望大家可以聊天 聊久一點 所以我們需要申請圖書證 然後在裡面 去到人數夠 我們就要停 哎呀 真的要爭 是的 要爭的 所以要去我們的網站 快點登記 其實我剛才是想說 阿Kym 其實上次阿Kym 也介紹了少許阿Kym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樣介紹 真的很複雜 真的很複雜 你在這本書裡 即是說自己是一個 遊拍族 遊去旅行 和拍攝族 那你也介紹少許 介紹少許 也不少許 首先就是 我很喜歡去旅行 也很喜歡自拍 其實旅行也是我的工作 因為我會寫旅遊稿 在不同地方去刊登 其中在Brick Magazine 有我的專欄 Brick Magazine 對不起 Brick Magazine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主要是靠稿費為生 是的 你可以這樣說 有稿費 我寫東西沒錢 我們很尊重作者 雖然很少 但我很尊重 多數上次 讀者會問什麼問題 很多問題 第一 他們很想知道 究竟你怎樣維生 你怎樣生存 其實我們也很想知道 是的 我一問 因為他們會覺得 玩的 賺的錢有多少 然後你不是一時三刻 你是一段多長的時間 處於這樣的狀態 他們很好奇究竟你怎樣生存 然後也有些人會問 你這麼自由 其實會不會你是沒有家庭 沒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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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負擔 是否是一個不孝順的人 可能完全是 撇除一些很傳統的觀念 就是要養育 父母 或者生孩子 結婚 可能有些人就會 去計算 或者你會不會 其實已經不是這一種人 究竟你又是什麼人 也有很多人在挑戰 這種生活方式 就是好像不現實 或者你40歲 50歲 60歲 70歲 我還可以這樣存在呢 有很多是這些問題 令到我其實是眼界大開的 即可能 你眼界大開 我眼界大開 因為其實我 竟然會問這些問題 是的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之後會是怎樣的 即我會覺得 其實我做好現在這一刻的事情 我就會去 真是奮身去做 嗯 完了之後 我真的不去想 之後的事情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是我眼界大開 因為他們反而會問 你之後會怎樣的 你還可不可以這樣生存 當然我會覺得 是的 我是否應該開始 積屋防機這個問題呢 所以其實是 大家都有互相 即是互動下 是有得著的 嗯 嗯 那次呢 除了阿Kym 還有其他書 是的 那次普遍來說 那些讀者的反應是怎樣 那些讀者的反應 那次呢 很多人有些很特別的發現 即是有些是 他覺得他之前看過那些電影 描述過那種人之後 他覺得 真的那部電影說得對的 有些會覺得 完全想不到他們是這樣的 譬如他會覺得 他一定是覺得自己很慘 一定是覺得很不堪 即是 不然他很開心 即是他能夠找到自己的生存方法 譬如這些跳出了的觀念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嗯 另外有一些 譬如我們 因為我們做一個主持 那些人就擔心他們聊天 會不會去冷場 諸如此類 然後就預備很多漫畫 書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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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發現 他們原來很熱衷於聊天 很想聊天 好像一輩子沒有聊天 即是很吵著 我何時可以再借 我何時可以再借 可不可以聊久一點 譬如這個經驗 給我們修正 就是上一次我們半個小時一場 即每一次讀聊半個小時 今次我們就拉長 多15分鐘 九個節 就是一節 希望 譬如這些聊天 可以再走得多些深入些 嗯嗯嗯 主要是圖書也是 即是比較少眾 剛才那些 譬如提出第一批那些 就是多些是邊緣一些 其實還有一些少眾 即是好像Kym這些 我們算是少眾的 是是 因為它對於社會的主流價值 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特別是生活的形式那裡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就邀請一些其他人 譬如有一些 譬如它做一個專業的專題記者 我們會想 記者當然要黏著一間報館 在報館裏面請他 但是它可以去發掘一些題目 譬如我們這次應該是找陳曉雷 很多人就問他綠色生活 但是我們就說綠色生活那些事情 都是很多人說 但是在香港做這樣的專題記者 是沒有多少個的 你可以這樣掘一條題目 掘到它本書那麼好看 即是翻印吧 那這樣的書 能夠做到出來的效果 和對社會的影響 如果不是有那麼多小眾 在這樣黏黏耕耘 其實香港是不能搞的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 這些小眾的朋友 可以在這次裏出現 是不是很特別的人才可以做書 我們總會找到它特別的地方 即是我們攝影師有一個想法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美的角度 和特別的角度 只不過你在亂拍就拍不到 但是你找他便有 做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 都有一個位置可以給別人 是的 會不會遲些 未必是小眾、邊緣 會不會有些 譬如家庭主婦 我們都有想的 我們其中一個有想過 就是上一次活動 有一個朋友也提出 他們說你們選擇的比較左一點 甚麼左一點 好好 即是很上街 和社會搞反動 他們說你可不可以選擇一些有錢人 我想和有錢人聊天 然後他們說我都很想 如果支持我們更好 我想大家都一樣 但是社會上所謂富裕階層 是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富裕 我們都很難說 所以譬如有些不同的主題 我們希望遲些去運作 可能每幾個月就會交一次 希望是這樣 如果我想做一本書 那怎麼辦 那你一定要和我們聊聊 即是如何去申請 怎樣申請呢 那你當然是下來了的時候 你記得你申請的時候 你還告訴他們 我都很想成為下一本書 如果是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聯絡一下 為什麼你會成為一本書 對不起 不是啊 我是一個有錢人 原來是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很有錢 我心靈很富裕 所以我要和別人分享 那我可不可以怎樣申請 我只想問 可以申請 可以申請 因為上次的義工太少 職員也是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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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說 今次要多些義工 多些書 給他們一些時間 可以自己交流 其實我突然在想一件事 就是書 平時我們以為書 是要看很多文字 例如你說一個旅遊的郵寄 我以為在圖書館寄一些郵寄 看看 或者是性服務者 看看 香港人就不喜歡看書 這個事件是因為光說 光說光聽 是很適合香港人的態度 即是吹水 吹水是厲害的 但我這次是正確的 光說光聽 反而他們會更加喜歡 但我覺得是很好 因為要不斷推廣 但為何不去 現在好像不太開空間 而且好像不夠多人 是不是想試一下 市場 還是能否做大些 其實我們除了讀者 自己進入之外 即是自己申請 我們還找了一些 目標的朋友 他本身也有自己一個會 一群粉絲 一群粉絲 其實我們想他們來到的時候 經驗過 然後這個觀念 不只是我們這個平台 不是Break a Scene 這個刊物 每一次都只是等我們搞 而是希望他們經歷過之後 就好像跟你們一樣 即是你每個星期都跟別人聊天 這些場合 希望成為一個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有 那就會好了 因為你要做成一個運動 就不能夠靠一個人 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一個人搞的運動 即是你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能擁有這件事 這件事才會成為一個動作 突然間 很大的使命感出來了 突然間有很大的強烈的使命感 不如我們下一集繼續談吧 使命感太大了 我們不夠時間了 我們下一集繼續有Kim Ravel來拍見 我們的視頻感 我們的真人頭書局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